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不会辜负祖师形容 你才懂得那一念心 在哪一念心上来 就在过去 你跺在世间上面 你已经执着那妄想 不失的性能 就是过去你跺在世间感受 你以为他就是不失 也就是他的性能 能就是一些感觉的现前 就拿那个能 做你今天凡仆归真 懂得成佛的慧能 就拿那个能来做 你将来成佛的慧能 就在这个名字上面 去体会那个能字 这是谭经中讲的行由 刚刚也讲到说 祖师得到无祖的印证以后 不是就在猎人队里 食物仔 将来你明白那念心 你会问说师父 怎么样参那念心 你就是在你心体的猎人队里 去面对你的种种无名 食物仔 就是食物种无名 猎人队里 田猎于补都是猎人 什么叫田猎于补 你心中你会发现 你就是一直不断地攀缘捕捉 种种感觉 你就活在猎人队里 你肯定面对你的感受之时 你面对感受 看见这念决心当前 你就是面念活在猎人队里 食物仔就是那种食物种无名 你会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所以叫做猎人队里 凡有看到众生被捕 都当场就把它放生 就猎人队中 就在你的感受的猎捕当前 任何感受被你捉持之时 你也要在决体上 为他放生 放生就是什么 还他绝命 将来你在一些感受之中 你要还他 他原来根本是绝 就叫放生 将来你会更懂得怎么样放生了 因为你放生不是放那条鱼 让他活着 放那条什么飞鸟 放他活着 而是还他根本本来的绝命 在他将来 在他现在将被我们捕捉之时 那种受苦当下 他有个绝体非苦 今天不让他得如是苦 放他飞出去使 是要告诉他 今天是我们出家人放他 或者是佛门弟子放他 是要从此以后 虽然你还献如是身形 还在有如是业命 但还你的事 从此你要懂得那个决心的本来 那才叫放生 所以不但放他的身 也要放他的心 这才叫真放生法 刚刚讲的祖师在猎人队里 也是这样放生的 吃这个锅边菜 吃锅边菜 一切感受就是种种众生 过去流转在夜感的写图 就在这些夜感的写图当前 你要看到你心中本来的清和 就是锅边素 不然人家说到猎人队里面 只是吃锅边菜就能成煮 那我一天到晚也就吃这个 这个肉边素也可以成煮 你不能 你吃的就是真就是好吃 人家吃的是心性中的 就在一切感受最强烈处 一切感受那种写图 那种昏心当前 你念念要看到你心中的清和 你念念要在这边取得你的宝足 那才是祖师 习游的视线 那是视线 你念念要是什么